大马雇主虐待女佣的案件频传 这一回还闹出人命 来自印尼棉兰的21岁女佣 头脸红肿 手脚溃烂 甚至还被雇主赶出门 在屋外和狗狗共眠 6天前宣告客死一箱 虽然两名印尼宋妹 已经第一时间被警方逮捕 但是事情还是触动了印尼政府的神经 当地报章亚加达邮报报道指 印尼驻马大使鲁斯迪·基拉纳 在亚加达向媒体指出 他建议政府重新考虑 暂停输送女佣到大马 不但如此 他也呼吁印尼政府 重组印尼劳工的就业制度 以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鲁斯迪坦言 大马雇主一再虐待印尼女佣的课题 已经造成两国关系紧张 因此必须采取这些措施 修补两国的外交关系 唯有杜绝悲剧重演 才能够促进两国的合作 报道也指 印尼总统佐科威 去年在沙拉越古晋 和大马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会面时 也曾经提出暂停输送女佣的课题 印尼曾在2009年 暂停输送女佣到大马 而禁令是在两年后的2011年取消 期间大马引入了 越南柬埔寨和菲律宾女佣 填补女佣短缺 NTV7综合报道